那Canva 它是一个说服力很棒的工具 说服力很棒的工具 所以前端我整理我的知识 分析我的要讲的东西 分析完之后呢 我通常会习惯 当我要去授课之前 我会转成Canva 转成Canva 那转成Canva有什么好处 我直接跳到后面 因为它 因为它是一个 说服力很棒的一个工具 它可以把你的那些数据 直接转成图表 那一看就会明了 那因为我们今天没有 太更多时间去做这样的说明 那所以转成图就 一看就会很容易理解 这是我早期的 简报 长这个样子 所以早期的简报 你看一堆数字数据 很难看得懂 也很难表示我要讲什么 但是当我转成Canva之后 你看它会变成这种比例 我这个是要讲一个班 有6%的学生 这个东西对它有用 所以你用这个方式去呈现 就会很容易看得懂 然后Canva里面很多类似这种金字塔 可以呈现阶层 呈现那个顺序 呈现这种循环 呈现各种要素的内容 应该是时间要到了 对不对 那我想我今天因为短短的一个半小时 我们就先把那个主题的部分讲清楚之后 然后有一些延伸的部分介绍给各位 那我想时间到了 那我就先讲到这边 然后那个相关的其他的资料 我都有在那个部落格那个资料夹给各位 那如果各位觉得哪里不够 就跟那个尚敏讲一下 那他会再跟我联系 那我再把你们各位需要的资料再给各位 好 那我想我今天就到这边 尚敏有没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 很谢谢文胜老师 在这么有限的时间内 分享很多他这么多年来使用金字图 不管是在教学啦 或者是说各种生来规划上 都有很精彩的分享 然后他文胜老师 我个人听过文胜老师很多次的演讲 他真的是都是用新制图 用Canva来呈现 然后都能够把自己很想要去告诉别人 分享别人的东西 都讲得很丁僻 很有说服力 所以说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文胜老师 然后他个人也把他的很多过去的一些演讲 或者是资料分享在他的部落格上面 欢迎各位老师能够上去取经 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边 不晓得有没有其他老师有什么问题 问题想要借这个最后短短的时间来跟老师请教 那日后如果还有机会 我们再邀请文胜老师来帮我们分享 各种其他方面新制图的应用